关于小蓝标的阵容还是比较好盘的 因为有个阶段他们搞了个大裁员 原本他们在2013年之后就转了方向去做企划市场 之后也一直有做专属 但是并不是特别用心的去搞专属阵容 专属人员就不是很多 一直到2017年 当时的Premie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个情况吧 那为数不多的专属主播 纷纷都离开了这个主播岗位 整个广播台进入了零专属的境地 然后这个阶段呢 小蓝标就继续去别人家挖别人的主播吧 在于是就一个不小心挖到了个新人 从此拉开了Premie新一代主播团体 不用说大家也知道这个新人是谁了吧 所以也毫无意外的 论资历论地位 三岸奉花都是妥妥的小蓝标代表 毕竟是凭一己之力 开启了Premie新一代主播阵容的存在 三岸奉花对于小蓝标来说 就相当于是品牌的亲女儿 并且这个亲女儿又相当的争气 替小蓝标稳固了市场 原本小蓝标更多的是去做企划市场 然后看到自家专属这么给力 所以在培养上也给了很多的资源 在三岸奉花身上 小蓝标多少也是拿出了 以前主打的那种高级感 虽然我也解释不了什么叫高级感 但是Premie给的制作写真 服装 摄影这一块 在三岸奉花身上都是做的比较细的 另外就是小蓝标对于三岸奉花的打造 是很宠的那种 比如说翻杂上的宣传 然后很多机会都是交给三岸奉花的 首先是品牌的橱窗位 小蓝标每次上新 广告位都会有阿花的位置 另外就是活动海报 实体电脑活动 阿花跟Premie都是绑得比较紧密的 所以小蓝标做一些事情 几乎优先想到的都是阿花 所以这个就是很亲女儿的待遇 对于其他主播就没有这么宠 这个待遇差还是蛮大的 三岸奉花这个小蓝标的亲女儿之下 就是左右互法位 是两位不是那么亲的双专属 像叶可怜 人气和买气实际上都非常的高 应该说一开始作为企划单体新人出道的时候 就打下了一个相当高的起点 2021年企划新人市场是碾压局 专属转企划的北野威买 加上企划转专属的叶可怜 成了2021年度出道人员当中 512能上翻转榜单的企划向新人 所以叶可怜的人气和销量是相当的高的 即使转成了专属之后 它的市场能力都很强 论月榜销量和年榜销量 叶可怜的位置要比商案风华更高 但是叶可怜是双专属 它在OPEI的位置不低 在Premie的位置也不低 它在两个品牌的位置 都可以排行前三的队 分量是够的 另一个护法位肯定是西岛爱里 其实要说高级感 时尚感 西岛爱里和小蓝标是非常契合的 它给人就是很精致的那种感觉 衣品也是有的 而且它个人光环也比较重 发过唱片身份又是歌手 然后在葡萄团也属于元老级别的偶像 人气也非常的高 唯一欠缺的可能就是那一点点销量 销量其实不算差的 但毕竟是双专属 排名虽然能稳定在前50名 但销量是要被分摊掉一部分的 也是因为这个双专属的身份 西岛跟IP社的关联感会稍微更强一些 毕竟曾经的世袭之一嘛 之后又转战到多个品牌的专属 主体还是围绕着IP社 所以在Premie的阵容中 反而说感觉不是那么的深刻 那么以上三位呢 都是同一个层次水平 销量 人气都是能打的 作为小蓝标的专属来说 以上三位就是毫无争议的第一梯队 从第一梯队往下 谁能站在前列呢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足内有机 因为它在Premie还是比较稳定的 在小蓝标中也待了三年了 这三年其实熬走了不少人 就太早 这么看下来其实挺稳的 毕竟能在小蓝标中待满三年 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 算是小蓝标的亲女儿中排第二的资历 不过最近他接的一些企划 倒是有些不太好说 如果按照长期合约来算的话 他目前是稳的 那如果说按签的是短合约期的话 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嘛 然后就是心耐爱 这也没少好说的 早两三年前是冲到了 分找大赏决赛圈的人 但是当时问题也有点多 企划单体时代算是站在金字塔顶尖的存在 后面隐退后又复出 在小蓝标里也算过起了与世无争的生活 就很低调 然后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偶尔会爆个雷 估计星星也是越来越佛了 所以也没怎么卷 基本上就是到点打卡上班嘛 然后也不怎么参与其他的事项 之后呢就是七月份的新人 同样是地方广播台出身的前祖国松本离岁 因为我写这篇稿子的时候 他还未正式出道嘛 所以目前的情况还不太好说 但是这个妹子目前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状态 每天都很积极的在做互动 就是新人市场这两年都是比较卷的 这妹子的话明显是要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 卷死别人的那种类型 目前从预告上来看条件是挺不错的 那最主要的是 Crimi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推出这类型的新人了 好像自从创牌开始吧 就走的都是那种瘦瘦的气质 等于高级感的这种类型 所以从以前开始的话 就喜欢做那种瘦瘦的衣架子 就跟模特走秀啊 时尚周看到那种模特一样 所以松本离岁吧 属于是Crimi很少做的那种类型 大致可以观望一下之后的发展 差不多也就盘完了Crimi的阵容了 目前的话人数确实也不是很多 本身小蓝标到目前为止 也并没有说要诅做专属 就对于这样的品牌来说 有这么多的专属 已经是可以排在超出二线品牌的水准了 并且呢 这个第一梯队的阵容还是很能打的 所以也算是很靠前的一个品牌 另外这个第一梯队 其实还有个人 Julia Julia可以说是北都集团内部最稳固的专属之一 就在很多品牌中也有担任过专属 而且往往都是多个专属的一个卡位 应该说是北都目前最强辅助之一 本身Julia在北都的地位就是蛮奇特的 因为他身上挂了好多个专属位 原本他也有挂着一个小蓝标的专属 只是说更新的并不是那么频繁 但是从今年开始 Julia跟小蓝标的合作还是很稳定 所以也能算是第一梯队的专属 整个小蓝标的阵容暂时是介绍完毕了 除了自家培养的全员主播出身之外 几乎就是双专属的阵容 然后这个2022年上半年 其实也是小蓝标人员调动比较频繁的一年 像香椎花奶 冰锦麻美等等都是接连离场 而小蓝标的专属阵容实际上更像是一道保障 保持一个稳定的销量 然后再去企划市场那边掐一点饭 这也是很多二线品牌都喜欢干的事情 主要的优势就是稳 所以他们也不介意说这个双专属怎么去发展 这样就显得说比较开放包容 然后他们也不会要求说自家的专属 一定要做到什么样的位置 这边掐一下翻那边掐一下翻 而在这类专属家企划通座的品牌中 一线大厂是Moodie跟Modona 然后他们后来其实都回归到了专属阵容的市场 Premie就反而说是专属占一半 然后企划占一半 北都集团中也确实需要一些角色 既有自己的专属 就能给予那些北都系专属工作的机会 像这样的角色通常来说都是比较前列的制作商 可以说处于一个一线大厂在下来之后的T2 所以Premie、可爱色、火配、Atacris、胖胖色、Body色这些 都有自己的专属 又能提供一些企划机会 那像这样的制作商其实都可以说是超二线的水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提供的风筝 感谢观看